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分享了再题为被低估的雄心 解读香港加密货币咨询文件三大挑战尚存的文章中 特约研究员William对咨询文件中关于制度设计的解读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作者关于机会与挑战的论述 在咨询文件出台后 很多web3.0从业者将其视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新发展机遇 事实上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并不是最大的机遇 除了因为交易赛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外 咨询文件尚未触及一些对交易平台有重大影响的细节 具体见下一张 从整体框架方向看 笔者认为机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本次咨询文件将认识你的客户 以及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列为重点规定之一 其中的附录币和附录C均是关于KYC ANL的明确指引 在可预见的未来 KYC ANL服务将成为香港地区合规交易平台的刚需 届时将出现可比肩Chain Analysis的亚洲公司 本次咨询文件最大的亮点之一在于 纳入加密货币指数成为资产是否可面向零售投资者的必要条件 一方面 资产是否具备高流动性交由市场判断 减少了权力寻租空间 提高了市场效率 另一方面 资产纳入相关指数后将有更多资金涌入 增强其流动性 在未来 加密货币指数除了其具有是否可出售给零售客户资格的裁判权 在其基础上还将衍生出大量的资管产品 因此可将其作为一项战略性的业务进行布局 曾有行业人士形容亚洲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是亚西亚的孤儿 一直在寻找可以落地生根的迦南之地 在香港出台众多利好政策后 尽管许多细节尚不明朗 但并不妨碍各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排队落户相将 咨询文件中对网络安全 监察系统 监管评估 外部保险等均做了安排 这将对交易所相关配套服务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从目前各大交易平台 在香港本地高薪聘请Raw Responsible Officer可见一番 但需要注意的是 该领域过于细分 尽管存在机遇 但很难出现独角兽巨头 三 香港加密货币市场的未来挑战 尽管咨询文件的出台给了信心 但在一些重要的技术性细节上 咨询文件为做详细说明 给未来发展带来一丝不确定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2017年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尚未对加密货币卖出实质监管一步时 日本率先出台了相关法律 将加密货币交易合法化 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加密货币友好的国家 然而近五年过后 日本并没有成为Web 3.0国际中心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持牌的日本交易所 只允许客户用10名日本银行卡购买加密货币 这道门槛基本将外国客户合理在外 根据市场调研 目前香港地区的大多数商业银行不支持开设加密货币类业务的银行账户 其次海外银行账户是否可接入香港地区的交易平台 咨询文件尚未做明确规定 应注意的是该问题涉及商业银行的监管 需要香港证监会和金管局两个部门的协作配合 在一定程度上 银行账户问题将决定未来香港是否会成为Web 3.0国际中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未能成为加密货币交易中心的另一个原因在于 持牌日本交易所只允许日元与数字货币交易 即只拥有法币交易队且这类交易队的总数稀少 严重限制了用户的投资自由 从实际情况看 目前BB交易队如BTC ETHUSDT等交易队已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更为重要的是BB交易队可减少银行账户的使用 用户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充提币以进行交易 与DeFi GameFi等行业生态的联系更为紧密 当然 这会给交易平台的KYC AML带来一定的压力 但如果香港想要成为Web 3.0中心 至少要开放BB交易队 包括在计价货币的选择上 可采用港元稳定币 以争取港元在行业中的话语权 目前咨询文件中尚未对该细节做明确规定 根据指引6.3的规定 平台运营者需时刻维持不少于该平台运营者的 规定速动资金的速动资金 并且对速动资金的计算基准和顶界线 均给出了详细说明6.3、6.8 然而现实情况是 大部分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并不是持有传统意义上的速动资产 而是持有大量不同种类的加密货币类资产 且这些资产的流动性和风险有很大的差别 例如从FTX破产后流出的财务报表可看出 FTX主要持有各类加密货币 而加密货币在特定条件下流动性的迅速枯竭 是导致FTX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财务稳健性方面 证监会可能需要对流动性监管另做特殊规定 由于疫情和地缘政治的影响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过去几年受到了挑战 而本次咨询文件的发布 不斥为港府对巩固自己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强力宣言 其中所蕴含的机会 可以类比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兴起的现代外汇市场 不仅仅值得web3.0的从业者关注 更值得金融行业的全体从业者重视 由于2022年Luna、三建核、FTX等一系列崩盘 导致全球对于加密货币的政策逐渐趋紧 尤其近期与SEC相关一系列事件 香港这次对于虚拟资产的开放和明确的态度 不仅有利于本地加密社区 在明确指引下更好参与全球竞争 对于缓解亚洲整体的焦虑也非常明显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区 用户在前述系列崩盘中损失惨重 同时也可以为欧美监管的优化提供很好的参考 最后我们声明 练金方节目不构成投资建议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